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寺院7416厂的一线技术工人 徐立平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药面微整形工作 情有独钟 在炸药堆里工作30年 徐立平因其精湛的技艺 敬业奉献的精神被誉为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 而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徐立平则将目光聚焦在养老等社会议题上 因为我是一名航天二代 我的父母应该都是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出事航天工作的 那么也是很早就已经退休了 他们的年龄现在都在七八十岁 这些老一辈航天人 那么年轻的时候 已经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他们在这个年龄大了以后 也能够享受到当年这个奋斗带来的这些成果 能让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这个度过自己的晚年 所以说这几年就我一直都比较关注这个养老方面的话题 临近两会时间 记者见到徐立平时 他仍在与同事反复讨论建议的内容与细节 今年我还是从一个小借口方面 又提了一个养老方面的建议 就是关于将关于加快开发和应用老年人家庭用的安全装置方面的建议 这个也是基于我日常的就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吧 还有调研 徐立平称 有一些独居老人因无人照顾 在家几亿出现意外 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他建议政府在进行适老化改造过程时 能将安全智能装置推广到老年人家庭中 通过联网技术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房屋情况 及时告知子女或者社区 一旦老人出现摔倒生病 或者房屋发生火灾等情况 能迅速得到帮助